我們繼續來關心醫生跟蛤蟆書的證書 以前在稍後表示 醫生對家座的訪問 讓自己的效盛的機會越來越小 醫生總理納坦雅虎 讓蛤蟆書就要導航 因為早就有人已經這樣做了 不過蛤蟆書是八歲說 醫生說的是假 根本就是沒吃沒吃的事情 醫生的探機車 最近已經正在南部下旨 患有尼斯重心 發動先一波大規模的攻擊 醫生的總理納坦雅虎說 這幾天有幾十個蛤蟆書 僵不奮助向醫軍導航 蛤蟆書是補替說 醫生的公開是假的 完全沒關鍵 說他們水費伊鳳 一百八十台軍用車 台市大量的醫生的士兵 攻擊的技術 而且力量的越來越大 蛤蟆書博物影響 看到他們發社會一大 還有一台地生基地提定規 加上林道的政制越來越危機 在這項條街中人卡達說 先一輪的庭護博物影響 希望沒那麼大 在美國黨營花的款 跟聯合國安理會 以下林道庭輝提案動來 並且向醫生的經濟軍事 夾台超過一億美金的 探究待遇後 醫生的在面臨 國際社會越來越高 的憤怒跟庭輝要求之下 繼續攻擊架塞 架塞的衛生部門說 自衝突高之馬 有賣到一萬八千人死亡 差不多五萬人受傷 幾乎千人失蹤 聯合國秘書長 郭提瑞斯說 條庭也不會成功 也不過不會放棄 共視新聞 五年併見